没有关系 将来有录影 但是问题是 你若不珍惜的话 那我跟你讲 好的跟坏的也都会错过的 所以你要常常想 跟人相处在一起 是第一次 所以我很欢喜 也是最后一次 所以我很感恩 也不会执着 这是很重要的 要常常这样想 所以每天早上起来要说 老公 好好照顾你啊 第一次啊 也是最后一次啊 那下了班以后 老公我很高兴又看到你了 对不对 你要珍惜啊 不会呢 老公看到老公 又看到你这个黄脸婆 那你就问他 那你为什么当初起我呢 妈妈对小孩子也这样 也很高兴 小的时候她愿意跟你在一起 长大 她有酷哥 美女 帅哥 辣妹的时候 妈 拜拜 see you later 他电话就关掉了 so please come back have a dinner with me 请回来跟我吃晚餐 sorry I'm no time 她长大了 有她的世界了 对不对 师父也很忙啊 在家人很忙 所以人与人相处听好 要懂得空性的时候 她会生起广大的欢喜心 她觉得世界这么大 我今天会碰到你 我应该很欢喜 因为很欢喜 我也会很珍惜 中央的 在新加坡有这么多佛教的团体 你会在同一个道场做义工 你也要很欢喜 这个才叫缘起信空给你的启示 我再讲一遍 常常想人与人的相处 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第一次 所以你很欢喜 最后一次 也很感恩 这个叫做无声无灭的空性的观想 接下来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下面只好念过去 然后将来有机会 在《维摸接经》或其他的经论 我再讲详细一点 所以请看经文 无声故 声无有故 其实我们人来的时候是赤裸裸的来 走的时候也是赤裸裸的去 这是讲世俗地 可是当你开悟的时候 就像你在梦中你觉得是真的 当你开悟的时候或觉悟的时候 你会觉得过去跟现在未来 都是假的 就像一场梦 所以叫做无来也无去 离流转故 离流转故就是意思说 从轮回当中永远得到解脱 无善坏故 离前后寄故 前跟后 无染污故 不可取故 无戏论相故 离诸戏论故 无动故 法界自体故 无起故 好 讲了这么多呢 答案是一个好消息 就是虽然我们在生生世世轮回里面 但是我们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我们的佛性 永远在 英文叫Buddha Nature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 佛性 众师是一只小狗 他就忘忘忘忘忘 他也有佛性 可是他不知道 就像你在梦中里面 你不知道你有如意宝 可是你醒来以后呢 经过善知识指点你才知道说 原来我也有成佛的可能性 这个是唯一的好消息 生生世世跟着我们在一起 所以我们还有成佛的可能 再看下面 不分别故 无量故 离量故 所以我们的心呢 是广大无边 是不用去分别的 它是没有办法测量的 量就是测量 我们现在都会用数学计测量 但是我们的心啊 跟我们的智慧 般若波罗蜜 是测量不到的 那你可能会有一个问题 师父我测量不到 那我怎么知道我成佛了呢 答案是可以羞耻而证悟得到 就像这杯水 你看 对不对 这是一杯水 我喝了 这是一杯茶 嗯 非常好喝 我跟你讲了很多 很形容词 你有感觉的吗 答案是不知道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喝 对不起 你也不能喝 这杯是给师父喝的 可是假如你喝了一杯水 你说 哦 就是这么甘甜 哎呀 我很难用语言文字来形容的 对 所以虽然无法去测量 但是它可以透过体悟 修持而证悟到 无医治向 医治无有故 你要抓一个东西 要去医治是不可能的 举一个例子 在森林里面动物园 新加坡有动物园 对不对 我从来没有去过 因为no time 那动物园里面有猴子吧 你知道猴子们都喜欢的吗 荡秋千 小朋友知道 从右边荡到左边 左边荡到右边 他都喜欢抓东西 抓绳子 你告诉他 假如你观想一下 你可以跟猴子讲话说 你两个绳子都放下 他一定会说 你头脚坏去 为什么 因为我抓右边 放完我一定要抓左边嘛 抓左边完 一定要抓右边 你叫我不抓 那一定闻死的啦 从禅宗的比喻告诉你 无医只顾 是说 我们都要抓东西 我们呢 生下来的时候 要抓爸爸 妈妈 中国有一句话 对不对 人都喜欢 喜新厌旧 妈妈叫什么 老娘 太太呢 叫新娘 老娘不爱 爱新娘 所以结婚去了 然后抓完太太以后呢 还生个宝宝 这个很像我 我抓一个小孩 所以我们永远要去抓 当孩子长大以后 还要去抓个孙子 所以各位老菩萨 拜托拜托 孙子不要太执着 你要把孩子放下 儿孙各有 儿孙福 你永远放不下的话 就会像那个荡秋圈的猴子一样 你永远要抓一个 大到最后的你断气的时候 你会发觉 哎呀糟糕了 我还要抓一个 我才甘心断气的 这个叫无依止顾 事实上依止是不存在的 假如你听完这些呢 会茫然 大物的话 你要出家的话 我恭喜你了 还是不错的 不过出家要有很大的福报 所以你的心呢 在轮回里面呢 它常常抓很多东西 所以我们人常常说 哎呀我觉得最近很无聊 我觉得很孤单 很寂寞 我需要人关心 Shut up 你的心在抓一个东西 不要抓 我教你 你觉得孤单 寂寞 无聊 静坐 你问 什么东西是无聊呀 我为什么要觉得无聊呢 我觉得为什么我很孤单呢 为什么我觉得我很寂寞呢 寂寞在哪里呀 你问你自己 就坐下来叫正思维 这样子以后 你慢慢会发觉 原来啊 孤单也没有 寂寂寞也没有 是你打妄想太多了 真的 那样的你的心就会很宁静 这个叫般若波罗蜜的智慧 万一你这样静下来 你说师父我还是没办法想 那你就静下来念佛吧 念观世音菩萨也可以 地藏菩萨也好 释迦牟尼佛也可以 阿弥陀佛也可以 要是佛 佛菩萨请你加持我 文殊菩萨 让我知道般若波罗蜜 你就很真诚的这样齐请 然后念佛 念佛的时候把念珠放下 然后静坐一下 孤单在哪里 寂寞在哪里 谁在寂寞 谁在孤单 注意听 这是一个很好的练习 你也可以在节院上MRT练习 你不用管别人怎么想 你常常这样练习 慢慢你的心就会无缘无故 这一次除了讲经之外 我会公开带大家练习 很多很多的方法 因为我觉得新加坡的联友 都非常虔诚的学佛法 可惜呀 太忙了 太混了 太多的事情干扰你 所以有些东西 我讲完以后 我要大家一起练习 这样子的话 你才能够得到佛法的利益 不然一回向完呢 我坐完飞机回台湾 Goodbye Master 然后你把所有东西都还给我了 我觉得那太可惜了 所以你要练习 对不对 寂寞在哪里啊 孤单在哪里啊 你找找看 谁在孤单呢 谁在寂寞呀 假如你现在发脾气 发了脾气呢 哎呀你真是哦 闺蜜三宝 坐下来 谁在生气啊 刚开始你会不舒服 看一看 气的人是谁啊 谁在生气啊 我到底在气什么 你会觉得 其实什么都没有 了不可遥 了不可得 所以无染无故 慢慢呢 你的心就会不出身故 不可测量故 因为你的心 是无有边际 是自自然然 本来呢 就像透明的水晶一样 自然像 你旁边可以像 透明的水晶一样 本来透明的水晶就像 非常光亮的 它没有染污的 它呢 透明的水晶 好的透明水晶 当然水晶有不同的等级啊 透明的水晶是可以看穿 所有山河大地的东西的 还有一个东西可以批语 镜子 镜子上面若呢 它很多很多的染污的话 你是看不到东西的 但是说镜子呢 反射的时候 你是可以看到很多东西的 好 所以讲到这里是一段 所以可见 般若菠萝蜜很重要 好 请看幻灯片 这是桑爷金色的文殊师利菩萨 所以这一次呢 讲经呢 我有一个要求 公开 不管你家里的佛堂 是已经有多少的佛像 南传 北传 藏传 不管是有多少的佛像 大圆满 也大爆满的 请你供一尊 文殊师利菩萨 对 那待会儿会介绍 这边大会里面 我曾经做 我不是推销 我是告诉你 真正供文殊菩萨的功德力很大 这是我设计的 就是大家都会出国旅行 你的佛像很多 没有关系 你可以把它用一个 庄严的布包起来 你可以供在佛桌 你看中间是杭州 林影寺 释迦牟尼佛 右边是文殊师利菩萨 五台山 左边是普贤菩萨 对对 你就把它供在佛桌上 然后每天呢 烧香顶礼的时候 那你就念 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 希望你加持我呀 能够正到般若波罗蜜的空会 愿一切众生都成佛 我再讲一遍 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 希望你加持我 跟一切的众生都能够正到 缘起信空的智慧 愿一切众生都成佛 当然假如你还有时间 静下来拜文殊菩萨 拜三拜 七拜或二十一拜 我要念二十一遍心经 当然更好 但是不能的话 起码顶礼三拜 真的很虔诚的 顶礼文殊菩萨 听好 在《华言经》里面讲 文殊跟普贤都有无量的神通 若有众生动一个念头 提醒他 他一定会放光加持你的 你会智慧慢慢慢慢慢慢的增长 你对一切的东西 看到的时候 你就会告诉自己是什么呢 注意听 哎呀 那个不是真的啦 我不会被骗的 比如说人家骂你一句 你以前没说 非常的生气 猪八戒这么丑 擦擦擦擦擦 我就是擦擦擦擦擦 你现在会觉得 你尽量骂嘛 反正我一样这么圆满 这不是顽皮 而是说 你的心不受外境执着 然后人家跟你计较 骂你啊 对不对 还有没有关系的 死的时候什么都带不去啊 这时候你慢慢的 你的心啊 知道说 外面的东西啊 都是假的 就像我刚才做梦里面比喻 做梦的时候 你不是梦到 你中了一百万的心币吗 真的还假的 真的还假的 对 所以现在开始告诉自己 早上起来 一切法都是虚幻的 都不是真的 我再讲一遍 这是波罗波罗蜜的心话 一切法都不是真的 要常常提醒自己 吃蛋糕的时候呢 要控制一下 吃第一块可以 吃第二块 一切法都不是真的 赶快放回去 你就不会胖了吗 你吃第一块 第二块 第三块 妈 我明天要去减肥啦 为什么 因为我们控制不了自己的心 所以要告诉自己 好的坏的都不是真的 不要太在意 听好 这个不是消极 而是慢慢训练你 有波罗蜜的智慧 好 在这里我要插播一个故事 下午有一个脸友问我说 师父啊 佛在世的时候 印度 婆罗门教非常的兴盛 有席克教 那佛呢 佛教是新兴宗教 那我们怎么知道佛教是最好的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有一天 佛陀呢 被一个村庄请去说法 就有当地的长老就问了释迦摩尼佛 他看到佛陀 他非常高兴说 佛陀啊 我们在恒河两岸 有印度教 有席克教 有婆罗门教 很多的教主都来说 我是觉悟宇宙人生真理的人 你也说你是尊贵的佛陀 可是我觉得哪一个是真的呢 我们到底想要修行跟谁呢 佛陀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话 注意听 他说 你每一个人都有智慧 你要用你的智慧去选择 你不一定要相信我是教模拟佛 你要用智慧去选择 那后来这个长老就问说 请问我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呢 佛陀说他所说的跟所做的言行要合一 这个才是圣人 因为真正证悟的圣人不会说得很漂亮 做的行为是很染污的 那这个是不可以的 释迦牟尼佛同时也说过 你也可以观察我 假如我所说的跟所做的不一样的话 那你也可以不要跟我学习佛法 最后佛陀说你好好想一想 因为你心中也有智慧 然后佛陀呢就离开了 佛陀呢就带着弟子脱坡到另外一个村庄去讲经说法 后来这个长老呢听完这段话就非常非常的感动 他是有善根的人 最后他就集合了所有村庄的人一起问说 那请问呢我们要跟谁呢 大家投票 我跟释迦牟尼佛 那他问他为什么 因为佛陀的身口意是清净的 他所说的跟所做的一定是言行合一 这才是真正的圣者 这个故事记载在阿含经里跟大乘经论 我讲这一段的告诉你说 世界上有很多宗教 就像很多的菜 你可以选择 但是你为什么要选择佛教呢 你要用智慧去判断 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宗教 新加坡也提倡 multi culture 多元文化 multi religion 就算佛教里面呢 也有很多的南传 北传 藏传 大臣佛法里面有八宗 金刚称里面有红白黄花 非常非常多 你怎么判断呢 注意 就是他所说的跟所做的 要跟佛经讲的一样 假如不一样 那你宁愿不要跟着他 那是很危险的 所以 般若波罗蜜是很重要的 请看幻灯片 接下来介绍藏传佛教的文殊师利菩萨 文殊菩萨刚才看的是大臣的造型 藏传佛教文殊师利菩萨是拿智慧剑 但提醒各位 在中国的东黄壁画里面呢 文殊菩萨是拿如意跟其青色的狮子 可是日本的造型跟藏传佛教才拿智慧剑 智慧产生火 所以 剑可以斩断你的烦恼 在这里 我要介绍一下 因为时间有限 我曾经在 桑爷经社 2005年4月12号开始 讲过文殊师利菩萨十大院 三世一切诸佛之母 希望你们可以上网当楼 我记得在2005年讲完 好像在2005年底 或像2006年 那时候 在2006 讲法华经安乐行品的时候 有跟大会结缘过文殊师利十大院 很抱歉 我有广大的愿心 但是呢 我的福报很有限 所以做完呢 好像一千套还两千套就送完了 那现在呢 请你上商业经社的网站 不但普贤菩萨有十大院 文殊菩萨也有十大院 非常了不起 很少人讲文殊十大院 听好 我上网查过 西藏的人波切 或许有讲文殊十大院 但讲得很简单 这个我是真的按照呢 大正藏里面 由不空三藏 在大正藏二十册 编号 1177A 经部叫做 大乘于谐 金刚信海 慢书师利 千币千波 大教王经里面的文殊十大院 所以各位你说 希望有智慧 应该念这个文殊十大院 不要等到考试的时候 临时报复脚才念 平常就有得念 它最殊胜最殊胜的是什么呢 简单的说 若有众生 喜欢我 不喜欢我 讨厌我 不讨厌我 跟我有缘 跟我有没有缘 我都度他成佛 哇 这是很了不起的 有很多很多的愿 有文殊十大院 希望你能够上网听 若听过的人 也希望你能够复习 为什么呢 你才知道 文殊菩萨是很了不起 那在这个课程里面呢 我供养了五个 第一个 教义是讲文殊菩萨 十大院的原文 有讲义 第二 我也有讲 共修 八圣吉祥经 就是八大菩萨 还有文殊赞 今天 在入场的时候 你听我唱 对不对 那个就是我唱的文殊赞 我在新加坡录音的 赞叹文殊师利菩萨 接下来 我把我去朝五台山 所有五个台的照片 通通都放在上面了 我在讲经的时候 我也很赞叹佛菩萨 有用了很多历史文化 甚至也讲朝圣 所以我知道 听说当时新加坡 很多的联友 听到这一套的时候 也发愿去五台山 我自己也去过五台山两次 非常非常的殊胜 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圣地 所以第四个也推荐了相关的书籍 CD跟DVD 最后我讲这个经呢 是愿一切的众生 都能够早一点正到 缘起信空的般若智慧 你要发愿 佛法不单只是由悲心 福报 来生长得漂亮 健康长寿 这些当然很重要 可是最重要的 你要了悟宇宙的真理 宇宙的真理 简单的讲 缘起信空 再看下面一张幻灯片 所以再重复一下 我最喜欢这个 山西省的崇善寺 或许你有了 但是我也希望你珍惜 为什么呢 这是我们台湾 连友供养新加坡的 做完了 以后我就没有做了 当然不是说贪心 而是你可以拿着 跟你的亲朋好友结缘 这个就是山西省崇善寺 右边是千波文书 文书菩萨有一千只手 每一只手有一个波 每一个波有一尊佛 所以代表他是千佛的老师 中间呢是千手观音 这个大家比较熟 左边呢是普贤王菩萨 后面那个圆代表法界缘起 所以在中国大陆 事实上他们是供文书 观音跟普贤 叫三大事 我们在新加坡很少看到这样 台湾也没这么供 台湾大概就是供华言三圣 前面供观音 还有供地藏 可是呢 这三个呢 是按照华言经的次第 第一餐 文书施力菩萨 最后一餐 普贤菩萨 那五十三餐像一座山 最高的是二十七 就是大悲观世音菩萨 所以这里看一下 是千臂千波 慢书施力 慢书施力又叫文书施力 所以修文书施力法门的人 可以畅赞 也可以念 波耳经 你念金刚经跟波耳经 文书菩萨就会加持你 你念心经 他也会加持你 因为波耳波罗蜜 是文书菩萨教的 你也可以呢 念南摩大智文书施力菩萨 或是像念佛一样 文书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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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念珠帅 可以 文书菩萨 文书菩萨 或是念妙吉祥菩萨 也可以 妙吉祥 那你若喜欢念咒 有音源是更好 没有音源呢 最好是经过灌顶 口传跟解说 你就念 也很好 所以文书菩萨的法门 是非常非常说的 请看一下五台山 这是台怀症 全部的五台山 现在五台山呢 也有缆车了 所以各位老菩萨 你不用担心 有时候很多很多老菩萨 会跟我说 哎呀师父 你每次奖金都很精彩 很多圣地 可是我越老越肥了 可是去不了 我说错 要发愿 发愿吗 常运动啊 常拜佛啊 你身体健康呢 佛菩萨会满你的愿的 那你不要等说 等以后以后以后 等来生 那就 就机会很少了 然后你看 五台山 当时我拍的时候 大白塔 这里的大白塔 是中国 这个释迦牟尼佛 跟过去 迦瑟佛的 设例子 也在这里面 这是冬天的五台山 非常漂亮 五台山是文书 施利菩萨的圣地 在新刚乘 传统上 它会有四个圣地 一定要去 我昨天讲 佛陀八圣地 是出生的 尼泊尔 伦比尼 佛成佛的 Bodhigaya 菩提加也 佛讲经说法的 路眼院 Sarnatha 在巴拉纳西 第四 佛入涅槃的 叫Kushinagala 居师那罗城 这是佛的四个圣地 对不对 另外有个说法 在西藏人认为 一生要去的四个圣地 第一个 菩提加也 第二个 是尼泊尔满院大佛塔 第三个 是西藏 拉萨 布达拉宫 他是观世音菩萨的道场 第四个 是中国的五台山 文书 施利菩萨 所以在皇教里面 格鲁巴 他们是很喜欢去五台山的 所以你到五台山 可以看到有显教的法师 也有密教的拉玛 因为他是文书菩萨的圣地 是释迦牟尼佛亲口说 东方有正诞国 齐山名曰清凉 齐有菩萨名曰文书 教化一万菩萨海会围绕 再看下面一张 千波文书 在五台山大显通寺 就有一千之首的文书施利菩萨 看起来有点像千首观音 其实他是文书施利菩萨 他代表千佛之师 每一支 每一个手里面有一个波 每一个波有一尊佛 他代表千佛的老师 所以为什么我会说 所有一切的众生 不管你学什么法门 到最后你会拜文书施利菩萨 做老师 这个是五台山 正海寺的五方文书 五方就是东南西北中 代表五方佛 代表文书菩萨有五方佛的智慧 中间他是以黄色的为主 中间以毗鲁真那佛来讲 是左下角白色的文书 他把白色跟黄色的这个位置对调 所以一般西藏或是大乘的文书施利菩萨 他是橘黄色的或金黄色的 所以波尔波罗密是非常重要的 请看物二讲义五十一页二十五行 我要讲快一点 物二文会与正思 就听闻佛法的智慧 以及要正确的思维 又波尔波罗密是什么意思呢 是听闻善知识 闻法而你会生起智慧 比方说你听闻了苦 空 无常 无我 你听到要菩提心 大悲心 这些东西你会生起智慧的 但是光听闻佛法 老实说不太够 所以要思维 所以我会问你很多问题 你要去思维 你不要听都懂都懂 其实呢 人家问你什么都不懂 还有一个修很重要 要参加共修 其实我每次来新加坡 其实都很忙 我希望发愿将来有更多的时间 不但能够住在新加坡 而能够也带大家共修 念什么呢 念普贤行愿品 念佛 还有静坐 所以为什么讲经前 我安排一共修 后来要发愿 这个也是修 我觉得很多连友都停在闻 听闻佛法 大乘的弟子都很喜欢听经 这是很好的 喜欢做硬工 可是光听听好不太够 要去思维 甚至呢 要上佛学班去讨论 不相信的话 要不要我讲完经的时候 发一个考试 来考什么叫做三种慈悲 那可能很多人就不知道 你要去思维 当然我不是要用考试来下你 而是我下来鼓励你 你要去思维 西藏人是要辩论的 当然我们中国人不一定习惯辩经 可是你要去常常思维 接下来还要修 修要共修力量很大 所以这里讲 文所成慧 思所成慧 思正思入 按照正法去思维 接下来还要修所成慧 比文会等有八十种 在大方广幻华华原经 在大方广华华原经 以及般若经里讲 有八十种的智慧 在这里就没办法讲 他只是说明 正思维 在般若波罗蜜经里面 或大方广华华原经里讲 有三十二种 比如说心安柱 圣谋他 止跟观 这些都是 你先知道就好 接下来物三讲八种善巧方便 请看 般若波罗蜜不与十六种 素柱等无名句 把无名句画起来 无名是黑暗 我们的心中为什么没有智慧 因为我们的心中很多的贪嗔痴的烦恼 所以我们心中叫无名 那反过来 若心中的烦恼去掉了 心很清净 那就是产生的智慧大光明 所以他说 如是等般若波罗蜜的相貌 你常常修般若波罗蜜念文殊菩萨 供养礼拜受词 翻过来 在五十二页 如是随量已说 若据说呢 事实上般若波罗蜜是无有无 无量无边的 为什么呢 这般若波罗蜜里面呢 无量无边当中 把它浓缩或归纳的话 叫所设的方便 顿号 善巧波罗蜜有八种善巧 请看第一个叫重善巧 二 戒善巧 三 入善巧 四 地善巧 五 原生善巧 六 三世善巧 七 诸圣善巧 八 诸法善巧 你可以看幻灯片 我有加上号码 第一个重善巧 就是不同的人 要讲不同的话 用中国一句话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但是你的心要清净的 一般人呢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那心是假假的 这里讲重善巧 意思是说 我有清净的心 有文殊菩萨的智慧 所以看到小朋友 你要用小朋友的语言帮助他 看到青少年 要用青少年的例子帮助他 看到成年人 有成年人的说法 看到老年人 有老年的说法 也就是不同的人种 用不同的语言跟文化 他接受的方法帮助他 这叫重善巧 众生无量无边的善巧 第二 戒善巧 戒是指 欲戒 色戒 无色戒 简单的说 在天上的天人 谁为他说最多呢 是文殊势利菩萨 当然你可以 不要跟我辩论 观世音菩萨六道都有 但是呢 在大乘庄严保王经里面说 天上的众生 大部分都是观音跟文殊 度的比较多 尤其是文殊菩萨 为什么 天上的天人 他功德力都很大 相貌非常的庄严 你要教他消灾免难 其实他不用 他福报比你大的 但是他心中很多的烦恼 他希望相貌更好 智慧更高 所以他们比较喜欢听文殊师利菩萨讲经 所以文殊菩萨讲经的时候 都是为天人 第四天跟大饭天丸 讲经 那就观世音菩萨要讲经的时候 他要信的相貌比他更庄严 天人才会跟他礼拜 而在人间 听好 三善道里面的天上跟人间 跟三恶道呢 观世音菩萨比较多 为什么 我们的苦难太多了 对不对 没钱了 大悲观世音菩萨 加持一下 你不太会拜说 魂殊菩萨 加持一下吧 大部分大部分都拜观世音菩萨 现在家里得了癌症 大悲观世音菩萨 求求大悲水吧 我现在希望生个漂亮的娃娃 大悲观世音菩萨 送子观音 所以我们人间 大部分都拜观音跟地藏比较多 那当然地狱恶鬼出身的众生呢 除了文殊 观音之外 拜谁呢 拜大世智菩萨比较多 在藏传佛教叫金刚守菩萨 也就是力量 他有力量才能够从地狱出来 那我们中国东南亚跟日本 拜地藏菩萨比较多 超度祖先啊 或是呢 求佛菩萨从地狱恶鬼出身里面 帮众生能够得到解脱 这个欲戒色戒无色戒 这叫戒善巧 第三个入善巧 就引入别人进入佛法 要有智慧 要有耐性 要有悲心 第四个地善巧 这里的地是真理 简单的说是世俗地跟圣意地 要用二地的方法 去为别人说佛法 所以你要认真地学习佛法 第五个原生善巧 是指缘起信空 就是我今天讲的 对不对 欣红诗是同一个 还是不同一个 回去想一想我讲的话 这个就是知道 一切法是空性的 但空性不是什么都没有 空性可以产生各种可能性 它是因缘和合的 这叫原生善巧 第六个三世善巧 就是你能够了解 它有过去 现在 未来 这个叫三世善巧 所以我们帮助别人 要有清静的菩提心 那在三世善巧里面 道教最常用 用什么 看三世因果 但是提醒你 不要常常太相信 我没有否定 听好 因为我们的家人 也有是一贯道的 你也会跟我说 师父呀 我们就有一天很多 疑难杂症 去那边这样拿个香 摸一摸 摸一摸 看一看 回来就解决了 的确那是小问题 可是你如果问他大问题呢 他还是会告诉你 要相信因果啊 要做善事啊 要诵经啊 所以可见 治本呢 还是要从因缘果报 了解佛法去修持 但是最重要的重点是 你若常常去看 酸是因果 常常看风水 看相命的 那你就会非常非常的执着 执着呢到今天 要不要来听新红法师讲经啊 先念一下大悲咒 宝贝一下 糟糕 不要去耶 那我到底要不要去呢 是不是我今天出去会发生车祸呢 你应该来呀 因为你那个宝贝是算机率的嘛 其实你根本不不用宝贝 你的心可以自己决定嘛 我应该欢喜心 为了利益无量的众生 去听闻佛法 也有些新加坡人也很可爱 常常跟我说 师父你讲经很好 太远了耶 我说总比你去印度进吧 你都说很想念我 想念我 我牵你条条来 你说 I'm very busy 那请问你 经中真的有想学佛法吗 不一定 你要问你自己 所以为什么佛制圣地子 不可以算命 看风水 讲神通 是因为你越在乎 你会越执着 那会违反你 开悟了解 缘起信工的道理 这是他真正的原因 知道吗 第七个 诸圣善巧 圣是指 三称教法 南传 北传 藏传 金刚称 三称教法 这个问题我会留在 佛教青年红法团 第二章 方便品 十方诸佛徒 无二一无三 唯有一称法 佛就是要这样帮你成佛 可是释迦牟尼佛曾经思维过 这个地球的众生 障碍很多 庄讲一称佛法 他无法接受 所以他要讲南传 北传 藏传 三称教法 都是佛的正法 最后第八个 诸法善巧 是指 所有事出事间的东西 法门无量誓愿学 所以作为一个佛弟子 应该是很勇猛精进的 好 对不起 我今天要讲一个段落 这些问题呢 请你有耐心一点 我明天再回答 好不好 我知道连友们都很耗耀佛法 上一次第二次讲经 有几个很好的问题 我还保留 不过呢 希望你 因为我今天准备了非常非常多 我准备到十二点了 昨天 我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讲完 你耐心一点 今天先让我讲到九点半 各位好吗 我明天会回答问题 所以我们学习善巧方便 应该学文书施利菩萨的功德 好 我给你四个建议 请看幻灯片 请你自己操 这在讲以上没有 第一个 要乐观思考 positive thinking 第二个 要有善巧方便 第三个 要转你的念头 第四个 要有无尽的耐性 这是我给你的建议 第一个 positive thinking 乐观思考 我们凡夫在这个人间 因为你过去无量的业 其实 说一句世俗话 你不要介意 人啊 甚至很见骨头 常常想法都是想不好的 我们的念头 动不动都很不容易想到坏的 譬如人家现在帮助你 哎呀师兄啊 请你来喝喝杯茶 你就会问 你干嘛对我这么好 你是不是有目的啊 我们的现在的社会 很不幸的 复杂到呢 我们呢 动不动的都是把它想到坏的 但是听好 不是说白痴的呆呆的 人家要杀你 要卖你的 OK No problem 我可以被你卖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 我们的很多恶念比较多 我们常常呢 都会呢 想到坏的 这是你苦恼的第一个原因 待会我会讲故事 比如说我们大会 很真诚的设计问卷表 希望你写电话跟姓名 有人就很酷的 就不喜欢写佛地址 也不留电话 为什么 你把它想得太坏了 你以为信红士会追踪你啊 因为时间有要限吗 又要共修啊 对不对 要讲经 要回答问题 还要发愿回向 我真的有时候讲完经以后 你的问题很好 我是打电话回答你的问题的 结果你连给我 关心你的机会都没有了 这就是呢 Negative thinking 了解吗 当然我们这个社会 有好人也有坏人 很不幸 全世界都有诈骗集团 当然我们也不要 把自己好朋友的电话 email常常给别人 因为骗人的很多 这是对的 但这里讲的乐观思考 是转你不好的念头 是针对自己的念头 你要想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不见得人家都在来害你的 什么东西都往好的地方想 对不对 第二个 关心别人要有善巧方便 skillful means 特别的就是要自他交换 我昨天举个例子 就是说你关心别人 对不对 你给人家吃面包 问题是人家不要吃面包 人家吃馒头嘛 你要很多很多的善巧方便 第三个要转念头 transfering your mindfulness 这是我一个朋友 送给我的一个故事 注意听 我想每一个国家 都有很多的计程车司机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请大家专心听 不一定操你听懂的比较重要 怎么说呢 我们台湾送一个联友送给我 就有很有趣的两类的计程车司机 那你知道我们台湾有101大楼嘛 对不对 那每一次下班的时候都是塞车的 有一天有一个朋友 他在下班之前要赶去阳明山 去谈一个顾客 project 一谈以后可以赚很多钱 就一跳上车呢 哎呀糟糕了 巴巴巴巴巴巴 结果啊 塞车了 对不对 他本来想我已经迟到了 可是我顾客已经来不及了 这时候呢 他急了也没有用 他突然想 我急了也没有用 他就跟司机先生聊起来 他问司机先生 你好吗 有什么好啊 对不对 现在什么都这样啊 对不对 我们都快活不下去了 他说不会吧 大家都要活啊 对不对 你换个念头想一想嘛 其实外面天气这么热 你这里很舒服啊 你的车子很舒服啊 虽然塞车啦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坐得舒服啊 他说有什么舒服的 你来坐12个小时看看 对不对 我都快骨折了 我每个礼拜赚不到呢 100新币啊 我要去按摩费呢 是50新币啊 对不起 他谈话是用台湾币 NT 我是把它转换成你懂的 结果那时候 坐在后面的先生就想 哎呀糟糕了 这个人啊 牛头不对马嘴 他发脾气啦 那塞车也没得讲 他就静静的 接下来呢 他打开画家以后 那个司机就刮啦刮啦开始骂 政府无能啊 某某匾啊 下台啊 然后呢 对不起他已经下台了 我可以说 对啊 某某匾啊 下台啊 汽油太涨啊 人民很苦哈哈的 他一辈子呢 都是很不心不甘情不愿 最后呢 他终于开到了阳明山 就给他的钱 嗯 他就下车了 结果呢 他想想 哎呀 这个司机先生 蛮苦恼的 天气这么热 火气这么大 我觉得他的车子 还蛮舒服 可是啊 他的念头就是转不过来 因为他内心里 全部记得的都是什么 都是不满 不舒服 结果过了三天以后 这个先生又同样的呢 又要叫一部计程车 要赶到阳明山 这次他聪明了 因为会塞车 所以他提早半个小时 就先出门 哈喽 计程车 跳上去了 跳上去以后呢 他就问 嘿先生你好吗 不错呀 先生你好吗 哎呀 上次的司机哦 脸哦 臭臭的 今天这个司机 很开心啊 然后就开一开 过了十分钟以后 又开始巴巴巴 堵车了 他说哎呀 抱歉了 我又选错时间 他说没有关系 堵车就让他堵吧 先生请问你要不要听音乐 我有很多音乐 我放给你听啊 他就看啊 放什么 放绿岛小乐曲 在座老菩萨都知道绿岛小乐曲 对不对 然后呢 他就问他说 先生你怎么这么快乐 你跟我平常搭的司机先生不太一样 他说对呀 我告诉你 我有个小秘密啊 我就是每天都很快乐啊 他说大家都说经济不景气啊 工作越来越辛苦啊 你没有压力吗 他说有啊 汽油增加啦 我也要小孩子要养 以前我开计程车要开十个小时 现在我要开十二个小时 可是一样我还是很开心啊 为什么 高兴也要过一天 不高兴也要过一天 我为什么要弄得自己这么不高兴呢 他说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 你不要生气好不好 我就是呢 换一个念头 看事情 转一个方向 我就很快乐 他说举方说 先生你叫我从台北市到阳明山 举个例子就像从台北市区到东区一样 你的机场 我先讲那个故事 再以新加坡做比例给你建议好了 这样才不会confusing 他说你看啊 你现在叫我计程车 对不对 我载你 我很高兴啊 我要感谢你啊 付钱让我去阳明山玩啊 对不对 是你付钱啊 我开车啊 对不对 我去了阳明山 你下来以后呢 我去看花中 我还吃了一个ice cream啊 多好呢 后来他下了车以后呢 他说像我改天呢 又从阳明山又有人叫我去淡水啊 他付钱啊 我到淡水看夕阳啊 我还吃了一个呢 鱼丸汤啊 跟酸梅汤 阿婆的酸梅汤啊 我多开心啊 我才不用那么匆忙嘛 我带完客人以后 我留下来十五分钟 其实我要感谢那个客人 你花钱 我陪你去阳明山 别人花钱 从阳明山 我陪他去淡水看夕阳 对不对 职业没有用啊 后来坐在那个后面呢 想 哎呀 这个先生真是太高兴了 真是活得很快乐 他突然动一个念头说 先生 他自己想 这个先生很好 我真的很想跟他做朋友 下次我出差呢 要坐计程车的时候 我一定找他 就在跟他要名片的时候 他说等一下等一下 我有电话来 咕啦咕啦 他谈得很开心 哦老先生你在哪里啊 哎呀 他说我现在在机场 中正机场 你可以来接我吗 他说好 一个小时以后到 他就挂完电话 换句话 这个人呢 他每天都很快乐 我讲这个故事 也是告诉你 假如现在 讲完经回去塞车了 快点快点快点 那你就枉费听了一天的经了 你要转你的念头 急也没有用 假如你真的塞车了 那你就要提早半小时出门 你明明算好了吗 下班时间就会算车 所以听好 讲了这么多这么多的经 你都忘记 希望你记忆两个字 转你的念头 Positive thinking 很重要 对不对 就像你现在 假如呢你是开车 计程车时机 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计程车时机 可能没有吧 因为他晚上去做工了 可以把你这个故事 告诉你的计程车时机朋友 假如现在有人 突然叫了计程车 往东边去新加坡的机场塞车了 应该很高兴啊 到了机场以后呢 不要忘了到了Terminal 2 去吃一个素食的Sushi啊 我去那边吃过啊 去喝一杯咖啡嘛 你都已经来了啊 对不对 你为什么要让你的生命那么匆忙呢 假如呢 一个计程车时机又从机场 然后人家叫你去 Hello taxi 去哪里 Santosa 很好啊 你不一定要进去 因为进去要门票 我知道很贵 你可以坐在外面啊 对不对 圣桃沙的夜景 夕阳也很美啊 为什么你不这样想呢 所以念头是很重要的 结论是什么 快乐是你自己可以创造的 但是呢 你常常没有智慧 你给很多很多的生命的压力 空间 你把你压得呢 自己都喘不过气来 所以你的心就像呢 瀑布一样 一样永远永远在流转 像了波涛汹涌的大海 像东南亚的大海啸一样 这就是你为什么要听佛法 为什么 调伏你的心 调伏你的心 最重要最重要的 转你的念头 天体大陆军没有绝对的 那你会说 师父这样佛教徒会不会很笨 错 不 外境是会是虚妄的 你若能够转你的念头的话 好事也很好 不好的事情 你也觉得这是对我的考验 很磨练 这样子的话 那你就会非常非常高兴 这个叫做 法喜充满 那你就会健康 也会长寿 你看到所有的东西 你都觉得 我来人间是 让我行菩萨道的 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接下来第四个 Endless Patience 你才会生起无有穷尽的耐性 你对家人也有耐性 对小孩也有耐性 对同事也有耐性 对朋友也有耐性 这样的话 做爸爸妈妈的人才不会呢 教小朋友 我教你数学了 一次两次 教了第三次 笨死了 你是我生的 怎么这么笨呢 因为呢 你没有耐性 因为你觉得这段事情 很烦 你希望赶快把它结束 其实你是执着它 是真的 不会变的 但事实上 佛法告诉你 小朋友的心也会变 你的心也会变 但是在变的当中 怎么样转念头 很重要 当然简单的说 从不好的念头 转为好的念头 这是第一层 第二层 从好的念头 转成第三层 叫清静的念头 第四层 连清静的念头 都了不可得 那个叫做 般若波罗蜜的 无智亦无德 我再讲一遍 从不好的念头 转到好的念头 这是第一层 第二层 从好的念头 转成到清静的念头 因为假如你 执着好的念头 你还会计较 功德大的我做 功德小的我不做 薪水高 我就是OK 薪水低 Sorry Everything is a problem 对不对 新加坡最简单讲的 Every individual You will have to have their own thinking 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想法 所以你就有很多烦恼 第三层是叫你清静的念头 可是清静的念头 听好 很好了 不是不好 在六度波罗蜜里面讲 浓缩成一度波罗蜜 叫做情修清静波罗蜜 像莲花出乌乌尼布 接下来你要连 清静的念头都没有 都放下 那就恭喜你 你就会开悟了 叫必尽了不可得 这就是波罗蜜的智慧 所以希望大家要学 乐观思考 善巧方便 转你的念头 以及产生 无有穷尽的耐性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一段希望大家用心记下来 好 接下来呢 再给我几分钟 讲一个故事 好 先看 第五十二页 第五行 物四 物四 般若波罗蜜 方便波罗蜜 要与觉性相应 把觉性化起来 awareness 我们在世间 非佛教徒 像基督教 天主教或道教 他们都有很多 帮助终生的善巧方便 比如说在基督教 唱圣歌 开很多的聚会 或是心灵的分享 这也都是善巧方便 但是佛教的善巧方便 比它殊胜 是与觉性相应 请看幻灯片 己一 为了利益众生 故 好 这个呢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明天开始讲经文 不过我要先讲故事 因为我今天 昨天做到十二点 今天没讲 有一点不太 有一点可惜 好 我要讲很多故事 请看 后面很多 我朝圣的 第一个 你的善巧方便 不是私心 不是为自己 是真的为了真心 帮助众生 为利众生 这个菩提心很重要 接下来 这个经文 我明天讲 我现在讲 请看幻灯片 看 向西天取君的 玄庄大师 谢谢